金龍市大五輪沙灘 日前一天發生了三起溺水的死亡事件 金龍市長謝國良 在昨天與議會打巡的時候 突然是哽咽 接著氣不成聲 還拿著衛生紙擦眼淚 情緒相當激動 話講到一半 悲傷的情緒突然涌上心頭 當場流下淚水 甚至還一度講不出話來 再來就是 十二號金龍大五輪沙灘 發生一天三人溺斃事件 為了避免意外再次發生 金龍市長謝國良 緊急下令大五輪沙灘封閉一周 而在十四號金龍召開零食會 零食變更議程 討論大五輪沙灘溺水事件 而在開議前 被問到未來 會不會整個歸還給北關處 直接管轄 謝國良這麼說 大五輪沙灘隸屬交通部 觀光局北關處 基隆市政府指示代位管理 不過發生這樣的意外 基隆市府到目前為止 沒有收到觀光局或北關處的關心 至於責任的部分 基隆市府也說 這禮拜會緊急處理大五輪沙灘的海域規劃 會儘快在下週內釐清責任歸屬 記得綜合報道